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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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來自新加坡的老闆 韓許光 去了台灣太太之後 在這裡定居開餐廳 最受歡迎的辣椒螃蟹 你必須提前兩天預訂 才吃得到 這個 第一次是蒜蓋帶子 開門從台北來到新加坡 辣椒味飄著果香勾人到廚房 我們這些菜通常要兩天前預訂 炒這個辣椒至少要一個多鐘頭 不行就在這裡翻動 因為我們炒生扒辣椒嘛 重要是不可以大火 要慢慢慢慢跟它炒得完全透 你看它顏色特別紅 特別美 新加坡女婿韓許光為了客人遠道而來 拿出店裡的隱藏版美食 新加坡國菜辣椒螃蟹 靈魂再醬汁 包括南薑香茅等八種配料 主角螃蟹在新加坡大多選用 斯里蘭卡螃蟹 來到台灣韓許光堅持選用 肉質肥厚菲律賓沙公 讓預訂的客人吃個過癮 重要選螃蟹的時候殼要選舊的 就比較有磨傷的 殼舊的時候它的肉才會飽滿 不過1.3公斤 因為我們相信螃蟹 我覺得螃蟹好吃要夠大吃才爽 用辣椒汁液將螃蟹燙熟 跟著再打個蛋花燜一燜 讓醬汁入味 蟹前就有拳頭大 輕輕鬆鬆拉出來 飽滿香甜滿足蟹肉控 來自新加坡的客人 吃得津津有味 螃蟹很大隻 它的肉也很十足 所以吃了之後很有嚼勁 新加坡就算你要吃這樣大的一份 也其實也不是每一個攤 都會有這麼大隻的螃蟹 就比新加坡吃得還更好吃 吃完螃蟹 費時熬煮的醬汁也不能錯過 我發現在新加坡有白飯小偷 就是這個辣椒螃蟹的醬 你看 看起來真的超下飯的 我忍不住 不好意思 我先吃了 是不是甜甜辣辣的 很好下飯吧 其實在新加坡我們比較普遍吃 是用饅頭 饅頭沾就像這樣子 拿一塊饅頭沾了 好 是醬汁吧 其實這個醬不會很辣 反而比較多是那種斑茄的甜 有饅頭它有去沾到那個 醬汁的味道 然後還有它自己本身那種脆 然後又帶一點點 金黃的那個焦香味 全部都可以吃到嘴巴裡 辣椒螃蟹深藏不露 得預定才能吃得到 但來到這裡不得不提的是 另一道新加坡國菜海南雞飯 韓許光笑說開店九個月都沒賺到錢 直到賣海南雞飯 讓餐廳起死回生 其實要給它口感是一顆一顆 有嚼勁的 既有炒香紅蔥頭蒜泥 加入生米拌炒淋上雞湯後蒸飯 簡單滋味藏著繁複工序 雞湯以雞骨蒜香料燉煮五六小時 只選用雞腿肉用雞湯燉煮 讓雞更有雞味 不時還要翻動桶子平衡熱度 冰桶冷卻保持嫩度 韓許光把時間都磨在海南雞飯上 還不忘提醒客人 吃雞肉得沾特製辣椒醬 每個禮拜都會來 因為非常好吃 雞皮它不會油膩 我本來不敢吃雞皮的人 然後他們家的處理得很好 我也非常喜歡 韓許光過去在新加坡 從事投資銀行業 工作忙碌壓力大 就連週末都要往返辦公室 認識台灣太太之後 決定回台創業 韓許光的父母都開餐廳 養成他對料理的敏感度 在台灣他四處尋找好食材 找不到何用香料 乾脆自己種 我之前不是很喜歡 不想要賣海南雞飯 因為你走到每一家新馬菜 每一家都有一個海南雞飯 其實新加坡菜有很多種 我想要介紹一點不同的 比如一個這樣的椰漿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其實在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是一個很經典的一道菜 發現到其實我不應該 就要推廣這道菜的方法 並不是我拿這道菜給人 逼人家吃 是我由海南雞飯吸引人過來 在與客人的互動中摸索推廣 新加坡菜最好的方式 至今韓許光仍是求精不求多 像是肉骨茶每天也只限量十五碗 將心思放在經典菜肴上 傳達到客人的味蕾 正中新加坡位 記者沈方米城洪達台北報導 提示 肉鑽 電影 有